這次是海事跟水產 由我們東港海事來所帶領 那我們這次到的地方是澳洲 我們八個人裡面 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出國 從一開始的害羞 然後不太敢講話 到後面相處得很好 我們首先是到雪梨 然後我們第二站是到布里斯本 那在這十三天的行程當中 因為由於有兩個群 所以我們是採取由學生自我學習 因為兩個群其實它界線也是蠻大的 那我們這兩個群的學生 我們在讓他們用同才學習的方式 在每一個點不管是海事的點 還是水產的點 我們都讓他們學生來對另外一個群的同學 甚至是同一個群 但是不同科的同學來做報告 做分享以及做這些產業的分析 那我想這個同才學習的效果 其實不要說學生 就連我們同型的師長 因為我們也都不是這一些相關科系 我們學習也蠻多的 從一開始的不同領域的選手 到後面結合各知識 交流 然後跟這次出國 也有很大的收穫 感謝教育部還有校長 也比較感謝各種同學 他們針對他們的專業 替我們說明還有講解 然後也做一個交流 因為澳洲是個很崇尚 很崇尚自然 很崇尚環境的一個國家 那剛好我們水產類科 還有我們海事類科 也是很注重這個環境 以及這些保育的這些工作 第一站我們先到那個皇家植物園 然後對面有一個軍艦港 然後那個軍艦他們已經先拉好燃油鎖 就是先做預防 萬一有漏出去的話 已經先擋好了 這蠻特別的 他們港口即使在都市裡面 那個岸邊也是沒有垃圾 然後水也很清澈 跟台灣差很多 只要有破壞生態的 他們發射都非常重 廢水排放他們政府就必須規定 之後降到多少PPM以下 才能夠排入海內 所以他們這方面抓得非常遠 他們在釣魚的方面 多少公分以內的魚要放生 然後哪些魚 哪些長度的魚才能抓回去 譬如說太小魚 就它會有兩尺 太小魚就要放下去 這樣才能延續生態的保護性 漁業永續 像我們同學在我們的海邊 他們就堅持不圖防曬如意 因為他們怕水中的生物受到影響 我們也深深受到感動 然後下去以後 我們在不同的這些同學的介紹 我們也了解到了 這些保育的重要性 讓我們在對於這一個保育的工作 以及各種生態 我們了解收穫頗多 他們外面還在外面有放一個 大概六七艘廢船 當作人工魚膠的使用 海豚島外面放 就是 應該是把它榨成吧 讓那些沉船沉下去 就變成人工魚膠 那邊就聚集魚群 不要讓沙子被海水沖出去 就是防止沙子流失 就是他們用一個很粗的管子 從岸邊往海那邊 就是抽沙回來 因為海盪打過去 那個沙都會流掉 加上風的影響 都流掉了 他是把那些沙子再抽回來 抽到那個 他們那個一個場 然後再分配到你要 需要沙子的地方 所以他們這個做法有點 就是比較積極 跟台灣放那個漏粽不一樣 我們到他們雪梨漁市場那邊 可以看到 他們漁市場區那間是 都有開冷氣 我認為開冷氣的話 那個漁貨物 漁貨物在擺放上面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 因為如果空氣有動會髒 不會太熱 因為太熱的話也會造成 漁貨物它的那個 新鮮度會降低 新鮮度降低的話 就會又會造成 漁那個細菌的滋生 如果被人民埋下去之後 又會造成身體不適 或是中毒等等的現象 他們的碎冰 他們碎冰放的很多 然後也會覆蓋上去 覆蓋上去就是 假設是魚 然後它會兩邊都會覆蓋 兩邊覆蓋的話 也不會造成為氣菌子 就是他們都有俗稱的雙馬 前面是馬路 後面是碼頭 然後也因為他們有挺多的關係 他們有一個 船舶停放場 他們就有點像台灣的機械停車位 因為他們澳洲的船舶 私人船舶的普及化 就跟台灣中機有點像 所以港口不可能 那麼多船席給他們停 所以他們一定要藉由一個 像機械停車位的概念 把那個 它是用插舉車去插著 到那個 專門放的那個位置 然後他們一個禮拜清洗一次 保養加沖洗 然後沖洗下來的水 會經由他們的過濾設備 然後先過濾之後 才會排入海 這個也是一個商機 那很多人都有遊艇 那很多人有遊艇 就會需要一個更大的遊艇照顧東西 他們的觀光也很多 海洋觀光 像是我們去摩頓島 那也算是海洋 就像是我們去龜山島會參訪一樣 也都是一個商機 就是都可以促進觀光經濟的發展 所以讓我們了解 澳洲那邊是怎麼經營他們的生態 那我們的同學 有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出國 那他們出國的時候 從入關 出關 以及到所有的採買 還有生活上 全部都是自動要自己來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學習 生活上的學習 他們收穫也蠻多 還蠻大的收穫 因為我 其實對英文還蠻有興趣的 雖然我英文不是說非常好 但是我會 從一開始不太敢講話到後面 慢慢的跟 外國人說一些比較簡易的英文 一開始不敢講話 到後面我們要退稅嘛 我們也是有點低同壓獎 那到最後我們成功退稅 那我覺得我非常有承重 由於我們到澳洲 這是一個比較 對我們來講比較陌生的國度 所以在很多的學習上也都很新鮮 那我們這些同學們 他們在回來的回饋反應也都很良好 他們也很感謝我們上級單位 有讓他們有這個機會到這個國家 相信對他們的專業 對他們的生活 還有對他們一些環保儀式的提升上 一定有絕對的注意 我想身為市長的我們 也同時收穫到這一些